我倒是谁,原来是斗神联盟的酒殿下,不知何事光临我鸿蒙星啊。 朱新良,皮笑肉不笑,缓缓地说道。 听闻鸿蒙星风景出名,我说我是来看风景的,朱新良大人,您相信吗? 姬叶,面甲之下,带着一种古怪的语气说道,朱新良闻言,则是轻轻一笑。 鸿蒙星的风景再好,比起斗神联盟的九重天神阁,那恐怕也是相差甚远呢。 朱新良道,各有各的好,朱新良大人,莫非是不欢迎我们? 姬叶再度说道,阴阳怪气的话语,令朱新良心生不爽。 姬叶殿下若是只来观赏风景,我鸿蒙星自是欢迎。 不过,若姬叶大人是因这次斗神联盟在万界争霸赛中失利, 想要与那些万岁不到的小辈讨个公道的话,我认为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朱新良表情渐渐变得严肃起来,身上强大的气势也是若隐若现。 作为鸿蒙星的戒主,朱新良自当要做好戒主该做的。 朱新良大人倒是好魄力,难道朱新良大人想为了这个小小的比赛,和斗神联盟伤了和气? 姬叶面甲之下,身影再度缓缓地传出,这一次的言语之中,便是带着了些许威胁的味道。 姬叶殿下还真的是说笑了,我身为鸿蒙星的戒主,更是万界争霸赛的举办者。 若是你们在无数参赛者面前,却复仇一个万岁不到的小辈,那以后万界争霸赛,我们还有什么脸面继续举办? 朱新良再度缓缓地说道,鸡叶顿时身上也是散发出了强大的气势。 二人虽然平静助力,但是气势上已经开始无形地进行比拼了。 切! 最终,鸡叶眉间一皱,显然,朱新良的实力还是要压鸡叶一筹。 朱新良脸上泛起微笑,而后拱了拱手,抱歉说道, 鸡叶殿下若无他事,便是请回办。 朱新良也是毫不客气,直接下了逐客令。 鸡叶脸色微变,似乎没有想到,朱新良竟然会态度这般强硬,完全不给斗神联盟半点面子。 朱新良,今日就算你不让我们进,我们也非进不可。 鸡叶顿时有些恼怒了,便是赤声说道, 鸡叶殿下,希望你还是以大局为重。 斗神联盟虽强,但你应该知晓,我鸿蒙星的号召力。 小辈之间的争斗,为此伤了两边和气,怎么说来都不值当。 对于斗神联盟,朱新良心理清楚,必须先兵后礼,也唯有这样,斗神联盟也许才会微微低头。 我们此番只是来找人的,灭杀万岁小辈这种事,我斗神联盟还是廉耻的,还望朱新良借助通融。 基业说话的语气稍微软和了一些,不过仍然是带着威胁的口气。 朱新良则是知晓斗神联盟的作风,所谓廉耻根本不存在。 在他眼里,只有对自己有利或是有害,可不会上升到廉耻的高度。 而且这般兴师动众,定然不是什么善茬。 哦,不知基业殿下要找什么人,你告诉我,先许我还能帮上忙。 朱新良再度说道,基业顿时再度有些恼怒。 我都说了,我们此番只是找人,能不能不要这般磨磨唧唧的。 基业怒道,若非朱新良的实力在他之上,基业恐怕早就忍不住动手了。 朱新良闻言,眼中便是闪过一抹肃杀之意,双方的气氛顿时剑拔弩张。 基业,不得无礼。 就在此时,巨大的方舟之上,一道声音从其中传荡开来,表面上是在殉尺基业。 而在话语之中,却是夹杂着雄魂的气息。 伴随着声音传荡而开的气势,朱新良也是微微一致,眼瞳也是收缩。 斗神联盟看来是有备而来,而且更是来者不善。 楚灵殿下! 斗神联盟一众,既是齐齐拱手抱拳,就连基业虽然有些不乐意,但还是拱手抱拳。 而后便是看到一道身影,缓缓地从后方飞来。 身着素雅白袍,双眼细长,竟是天生长着一副笑脸。 不过脸上的笑容却是给人一种阴险狡诈的感觉。 斗神联盟八殿下,楚灵见过朱新良大人。 楚灵极为礼貌,礼貌的甚至让朱新良都是有些不适,也是拱手抱拳。 不瞒朱新良大人,此番我们是寿命前来, 乃是有一名我们斗神联盟曾经的强者,陨落之后的轮回者。 我们来此便是将他带回,对我们斗神联盟来说非常重要。 还望朱新良大人多多同容。 楚灵与气充满敬意,比起基业的傲慢,楚灵更显得有强者风范一些。 不过基业站在一旁,似乎对楚灵并没有什么好感。 朱新良眼眸微眯,楚灵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实力波动,竟是跟他不相上下。 顿时间,朱新良便是想起了天葬王所言。 如果真的如天葬王所言,这位轮回者可不是什么斗神联盟曾经的强者,应该是曾经这片借空的最强者。 而斗神联盟无非是想将他扼杀于摇篮之中。 原来如此,好吧,不过望诸位遵守鸿蒙星的规则。 朱新良缓缓地开口,显然是同意他们进入鸿蒙星。 不过,这并非朱新良的本意,因为就算朱新良想阻拦他们,恐怕也会极为困难。 而且朱新良是考虑到有着天葬王在,这群人也是难以翻起大风大浪。 不如所幸同意,至少进入鸿蒙星之后,占据主动权的可不再是他们。 毕竟在这里,朱新良才是真正的借主,而鸿蒙星的借空之力,朱新良还是完全有信心对付他们。 多谢朱新良大人,我们找到之后,便会迅速离去。 朱新良便是微微一笑,拱手抱拳。 万界争霸赛,到此结束。 现在,我们便公布排名。 这第一次的魁首,真是让人出乎意料啊。 斗神联盟可谓是历届以来第一次吃别。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这排名第一的战队。 究竟是何方神圣? 季老洪亮的身影不断响彻。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也是全部汇聚在了无畏战队的身上。 季军和秋军的身形也是从半空之中, 缓缓降落至了万界争霸山的最顶端。 无畏战队一众,即使对着季军和秋军恭敬地抱拳拱手。 季军看着萧炎便是挑了挑眉,悲黑一笑。 低声对萧炎说道。 好小子,果然没让老夫失望。 有赏,大大的赏。 萧炎也是苦笑一声, 因为一旁的秋军正满脸杀气地看着他, 这看来无论如何都要得罪一遍呢。 别理他,他就是那种臭脾气,愿赌还不服输。 季军黑黑一笑,秋老顿时便是很不开心的道。 你有脸说愿赌服输四个字, 你之前差我多少酒,心里没输吗? 秋军顿时怒了。 我们现在已经两清了, 而且我说的是六个字。 季军再度笑道, 秋军顿时气得是额头之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穿字。 一头黑线,满脸弄意, 刚要发作, 季军便是再度用洪亮的声音说道。 好, 现在我们来公布这一次的实力排行榜。 季军话语一出, 便是生生地将秋军已经倒了喉咙的话给憋了回去, 气得秋军的脑袋是五颜六色。 现在我们来公布前十的实力排行榜。 让我们来看看第十名。 第十名乃是火云阁的云江, 七星斗仙初级来自中等界空, 却曾灭杀过上等界空, 故排名第十。 第九名唐门, 唐三, 七星斗仙中级。 第八名, 海域战队朱棣, 七星斗仙巅峰。 真不愧是海王一族啊, 肉身强悍, 正如海王之威名。 朱棣也是在海骄一族之中, 经过了数次激烈的战斗, 并且得到了海骄王的馈赠。 实力也是成功地突破到了七星斗仙巅峰。 此时他的脸上笑容灿烂, 似乎已是非常满足了。 第七名, 鬼魁宗, 鬼穷, 六星巅峰。 不过鬼魁宗, 擅长于炼制傀儡之术。 其手中, 有着堪比八星斗仙傀儡。 故第七名。 第六名, 祖妖殿, 赫城。 七星斗仙巅峰。 斩杀战绩, 由于海域战队, 故第六名。 第五名, 花域战队, 花蓝。 八星斗仙初期, 正所谓, 谁说女子不如男。 更何况, 是绝世美女。 当祭老宣布到花域战队的时候, 整个竞技场便是掀起了浪潮一般的欢呼声和雀跃之声。 不过花域以众绝色美女, 似乎早已对此见怪不怪了, 各个俏脸之上都有面纱遮挡, 所以很难看到他们的表情。 可往往有着面纱的遮挡, 这种若隐若现之感, 更是令人心驰神网。 第四名, 星辰殿, 圣鹰, 八星斗仙初期, 战力变幻莫测, 战功亥然, 故第四名。 第三名, 灵能战队, 风禅, 六星斗仙巅峰。 在听到第三名风禅, 只有六星斗仙巅峰的时候, 竞技场内, 顿时一片惊疑之声。 但有剑士的都知晓, 五大上等界空的灵能界, 他们可是以灵魂之力建成。 灵能战队风禅, 实力遂六星斗仙巅峰, 灵魂之力达到预警, 唯利堪比八星斗仙, 在幻境之中没有败计, 没有落入过下风, 故第三名。 不得不说, 灵能战队也是两位美女当家呀。 气了, 再度打气的。 两位? 明明不是只有一个吗? 哪里有两个? 对呀, 明明只有一个呀。 自受一片疑惑之声, 而这些议论声, 自然是逃不过, 强大灵魂之力的风禅灵妃二人。 风禅顿时便是眼嘴倾笑, 灵妃则是额巾青筋暴击。 可恶, 我也是你的。 灵妃的声音夹杂着灵魂之力, 轰然传荡而开, 强大的灵魂之力, 令得那些议论之人, 全部都闭上了嘴。 一时间, 原本一片火热的经济场, 顿时便是安静了下来。 季老, 顿时也是尴尬地笑了笑, 急满缓和气愤。 我们继续, 第二名, 血神战队。 这支血神战队, 想来对大家来说, 都是一支较为陌生的战队, 但你们千万不要小瞧这支战队。 因为这支战队的队长, 乃是步入八星, 并且达到了八星斗仙中期的实力。 季老的声音一出, 顿时间, 被灵妃搞得有些尴尬的气氛, 顿时再度火爆了起来, 皆是露出了诧异。 血狼的下巴不自觉地向上抬起, 以一种傲然的姿态, 很是享受这种感觉。 不过, 这种惊疑之声, 很快便是被另一种声音给代替。 八星斗仙中期? 我记得上一届万界争霸赛, 斗神联盟夺魁, 实力最强也不过八星斗仙中期。 没想到这一届, 八星斗仙中期, 竟只是第二名, 那岂不是说第一名有可能超越八星斗仙中期? 我看完全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两者都是八星斗仙中期, 毕竟万年的时间, 达到八星斗仙中期已经很是不容易了。 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 斗神联盟曾经出现过一个万界争霸赛, 历史以来的最强者, 万岁之内达到了九星斗仙, 据说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斗神联盟九重天神阁的二殿下。 那真是令人好奇啊, 这一次的第一究竟是什么实力呢? 在观众席上, 冉昌则是一脸清显, 而叶飞鱼则是满头黑线, 看着助力在万界争霸山最顶端的五位战队, 心中便是燃起了极为不好的预感。 冉昌师兄, 现在结果还没出来, 我能收回赌注吗? 叶飞鱼可怜兮兮地看着冉昌, 一双大眼睛里, 伴着可怜的星光点点。 冉昌当即就是一个暴力, 然后放声大笑。 看来九师弟为我争取到了一个 一百年的陪酒童子, 不错不错, 哈哈哈哈。 叶飞鱼撇嘴, 差点没哭出声来, 而在观众席的另一旁, 薰儿眼眶之中早已红润, 即便远远地看着硝烟, 只是看着, 这道熟悉的身影, 一晃之间已经隔了几百年。 等待了百年, 可薰儿觉得现在的时间最漫长, 他只想扑进硝烟的怀抱, 他只想让他双手搂着他的柳腰, 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嘴唇轻轻翘动, 喊出他的名字。 娘亲, 你怎么哭了? 萧月梨, 见薰儿泪水滑过脸颊, 便是不解。 是看见爹爹不高兴吗? 没, 娘亲很高兴, 只是太久没看见你爹爹了, 心里委屈。 薰儿看着自己已经长大的丫头, 便是破提而笑。 也不知, 萧萧和萧林如今怎样了? 都是做娘亲的不好, 恐怕他们都还不知道, 还有一个妹妹吧。 寻耳难难, 作为母亲, 竟是无法照顾自己另外两个孩子, 心中感到无比的羞愧。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